是色情还是艺术 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要出演风马秀这个消息 可以说上了全球热搜 就是因为风马秀是一个以脱衣舞文明的夜总会 一个亚洲巨星去夜总会表演 这个反差不亚于成龙周杰伦去海河边跳水 所以说在消息公布之后 250欧元的票秒售轻 据说现在已经炒到3000欧了 有人觉得LISA这个举动是新一代女性追求自由的榜样 我的人生我做主嘛 更何况现在的风马秀是骄傲自由女性的象征 是艺术 比如说这个人写就很有意思 给风马秀放了一堆彩虹屁 说这是纯粹的艺术 无关色情 但是风马秀在我眼里就两种可能 披着色情外衣的艺术 或者披着艺术外衣的色情 不会是纯粹的色情 但也不可能像你说的它是纯粹的艺术 无非就是在你眼中哪个占比更高罢了 你或许把它当成美和艺术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么高风亮节 这种秀美国也有 我也看过 我说我是抱着100%欣赏艺术的心态去看的 你们肯定也不信 那我就不妨借用全球最古老媒体之一 观察者对风马秀的评价 那就是宇宙最好的裸体表演 属于艺术还是色情大家自己评判吧 另外什么所谓的追求自由女权 我感觉走歪了 有这么多追求自由的方式 为何非要选择风马秀呢 虽然风马秀官方声明说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骄傲自由女性的象征 但是我一点开风马秀的官方账号 好家伙 直接一张大胸脯子 差点红我脸上 确实是挺傲人 不是 确实挺骄傲自由的 但是我也越来越没法把她和色情划分开界线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 修行不够 另外说她是新一代女性的榜样 我不否认 她的出道经历算是挺励志的 但是可怕的也同样是她的影响力 现在她的很多低龄粉丝受她影响 以赤裸身体支持爱斗的例子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事 无论是对于Lisa本人 还是对其影响都是必大于利 如果我是她的粉丝 我一定希望Lisa不要这么做 但我是路人 我就会说她的身体她做主 我们无权干涉 其实这个事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喜闻乐见的 毕竟看热闹不嫌事大 但是三斤觉得Lisa并不傻 她一定不会去跳真正的脱衣物 我推测就是顶多通过光影 或者紧身衣的方式 让大家欣赏一下轮廓曲线 甚至有可能就是剪影 脸都不怎么露 那至于我推测的对不对 一周后咱们拭目以待